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說一下 母愛有多偉大 因為有一位女士 八十幾歲 她在很年輕的時候 因為丈夫離世 她獨力支撐 餘蕩 50年 為了想養大 她的子女 看看究竟 這位這麼堅強 母愛這麼大的女士 她的獨白 如何去過她這五十年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支持這位婆婆 這麼厲害 能夠熬到今時今日 健健康康 做人媽媽很難的 有人說 當然 養兒 100歲 長休99 這位婆婆 她在街市賣魚 賣足50年 她現在81歲 她很簡單一個目的 為何 81歲 還要賣魚 就是為了 照顧自己 還有六個子女 她很年輕就結婚 她說她自小就加貧 16歲的時候就嫁老公 想不到 13年之後 即是她28歲 29歲左右 丈夫因為癌症 就離世 你想想想 30歲未到的她 就已經開始手寡 還有六個子女 需要照顧 你想想 多辛苦 這些故事 在香港 上一代的家庭 上一代 阿公阿爺阿婆阿婆 那些年代 特別聽得多 說得不是說 他們 手寡 還是什麼 有很多兄弟姊妹 也都說 可能會 阿哥很早出來 留一個機會 給小妹妹讀書 甚至乎 家人 未必很有錢 日日又做 夜又做 有些日後一睡 夜晚家一睡 那時候很多 補衣補鞋 穿膠花 希望可以幫補家計 這樣 有人說 所以為什麼 都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 那些人這麼不耐捱 我們那時候 這樣捱出來 日以繼日 夜以繼日 這樣做 最後就捱出 出頭 當然 時以繼日 我經常都說 今時不和往日 不能夠用 舊時候的環境 去比較 因為 其中一件事 就是 那段時候 每個人都一窮二百 經濟環境是這樣的 正所謂窮人 也是佔大多數 環境 甚至絕大部分人 都沒有錢 但是 正所謂 你肯勤力些少 你都可以賺到錢 生活 都未必 好像想像中 那麼苦 但是 現在 你的環境 很多人都已經 贏了起跑線 為什麼 贏了起跑線 可能 本身 你出生的時候 家人已經 就 有些錢 未必含著金鑰匙 已經有些錢 正所謂 家山正羅 這些就是 我們上一兩代的人 草落 或者叫讚落 慢慢給兒孫 享福 所以你說 去到今時今日 現在 現今一代 會享福 他們出生 來享福 你叫他們捱 怎樣捱呢 但是 有些人 有時候去到一個環境 就是 很容易 想到一邊 但是 總有一些事物 是值得他留戀 這位婆婆 81歲婆婆 這麼年輕 就要守寡 她面對的是 六個子女 很多人 有時候 另一半 離世 突然之間 接受不到 她的精神寄託 去了哪裡 如果有些人說有小孩子 她的精神寄託 就放在小孩子身上 她會視為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血脈 延續下去 無論如何 自己多辛苦也好 都要照大他們 當時 她說 這位婆婆 想回當時的丈夫 生癌症 只有很少津貼 政府 直至到丈夫離世 丈夫也沒有留下任何遺產 所以 她要照顧一家人 一個人 一個女士 一個 當時很年輕的女士 她說 自從丈夫離世之後 她試過 擺地攤 賣蔬菜水果 但是 始終是無牌擺賣 經常走鬼檔 後來 她終於獲批 遭用一個熟食街市 去賣魚 想不到 一賣 就賣了50年 她開始想到賣菜 什麼都不懂 連稱都不懂 那時候 我們就 我記得 很久 我們很小時候 還用那些司馬稱 司馬稱 說到要足筋足兩 在上面 說給一些 拿這個稱 上面的人 用這個稱的人 少筋少兩 就折仇折福 說這些 後來 用磅 就不同了 她說 不懂用這個稱 然後就亂賣 隨便 隨便 半斤半斤 可能撿了一斤 給別人 人家要一斤 你就撿了八兩 給別人 之類 慢慢就靠自己 摸索學習 好了 她說 賣魚最重要是新鮮 所以 幾乎 晚晚 還沒到凌晨 就要出去拿貨 然後 把魚帶回 魚檔 有些是刮輪 湯魚 又斬件 她說 凌晨四點 就要準備開檔 然後 把一箱箱的碎兵 鋪上去 那個檔面 我們經常去街市都看到 你不想發臭 還要自己把200公斤 總共有200公斤的貨 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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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等一早 那些客人來買 她說 趁著客人未出門 就趕快吃早餐 有麵吃就吃 沒有麵吃就吃 沒有麵吃麵包 總之 隨便賺飽的肚子就算了 我不知道身邊有沒有朋友做街市 我身邊也有 賣菜 真的很誇張 凌晨 有時是早上才睡一睡 下午才睡一睡 賣菜是凌晨 可能就要下單 甚至乎去菜欄 去菜欄拿貨 接著 差不多天亮 就回菜檔 準備了 有些貨到 準備好 開檔 家人 家族生意 輪流 通常吃早餐 早上7-8點 下午9點 過了買菜最黃金 早上最忙的時間 就回家睡一睡 可能睡到下午 下午 接著就要下菜檔 看看究竟 什麼環境 有什麼菜要下 或者可能 過時過節 要準備什麼菜 周而復始 去到晚上 7點多 才收檔 收檔回家吃夠飯 轉過頭 可能又睡一睡 甚至乎 接著又周而復始 其實 在街市 賣菜 或者賣魚 基本上 也是 不眠不休 基本上 睡的時間 很零零嬸嬸 很少 睡十幾個小時 六七個小時 沒有斷斷 斷斷 保眠 這位婆婆 說到四年前 因為病 就沒有一邊腎 而說到 手臂的舊患 越來越痛 這些也是 職業病 你想想 這麼多年 每天 搬搬搬搬搬 搬搬 重複又重複的動作 一定會有勞損 但是 他依然每天都要堅持開檔 為什麼呢 因為擔心 休息時間長 就會影響收入 他現在和大女兒一起住 但是沒有要求對方幫忙開檔 他的看法就是 他說他沒辦法停下來 一停下來就不自在 他就說 這些就是努力 大概做到自己躺下為止 有很多人也是 其實在香港 有很多人一退休之後 他們覺得 我們是賤骨頭 不停 一停了 就死了 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很多人 退休之後 會喪失了自我 很多人都會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 可能會發覺自己退休之後 是時間很多 但是太多了 那時候 我的生活不是這樣的 我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 大家 從小到大 我相信 從你開始要上學 當然 你不是很富貴的家庭 當你一個很普通的家庭出生 你想想 你可能從幼稚園開始 到你畢業 然後出來找工作 然後做多二三十年 甚至乎可能做三十幾年 四十年 退休 你想想一生人 可能有六十年 直至六十幾年的時間 是一個很有規律的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天一睜眼 你除了差不多時候 起床 你會知道你要自己做什麼 一至五你可能要上學 星期六日可能要補習 做這些 那樣 幾時幾後 放假 全部有偏 即 你的人生規劃 是因為你的環境規劃 幫你規劃 每天都要上學 工作 也是這樣 工作 也是這樣 自己做生意 也是這樣 每天 每天 十幾十個小時 不停 停下來 一停下來 你發覺自己不知道做什麼 這件事 就是其實某程度上 你沒有了方向 出現了會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就會突然一退休 很不開心 百無了賴 甚至乎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就是覺得自己是不是已經沒有價值了 那怎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婆婆當然可以的話 當然最好是退休 我剛才說的 我朋友賽當那個都退休了 他們都沒有做 太累了太辛苦了 沒有必要 其實 人 一去到這個 退休 最初都沒有什麼 為什麼 好像蜜月期一樣 拍拖 哇 正 哇 時間很正 你叫我去哪裏我都可以 但是 你發現到 原來 退休生活 過了蜜月期之後 你就 由於 沒有了上班 可能你每天上班會對了很多人 那你現在沒有工作之後 你發現到你自己可能缺乏社交 生活沒有規律 你喜歡睡到黃昭白昂起床 也可以 甚至乎你可能睡到自己不想睡 睡到自己不想睡 那些時間都亂了 那就更加出現了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會自我認同危機 就是我究竟現在在做什麼 是不是 有些人會這樣想 我究竟現在像什麼 我究竟是不是已經沒有用呢 有些人會這樣 嚴重一點就會出現了焦慮和抑鬱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有五個方面 可以著手 你如果 想著準備退休 當然 可能在這個地方做了很久 你的心情也會很複雜 又或者 有很多人又要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你準備退休 預料到什麼時候自己退休 甚至乎我這個月就不做了 當然是正式退休 有些人就會為自己 接下來做一些打算 舉例 很久沒有去過旅遊 先環遊一下世界 想去哪裏 去哪裏 去哪裏 又或者 嘗試學一些 興趣班休息 可能一兩個星期 然後就學一些興趣班 周圍走山 去找一些自己 想做 但是一直做不到的事情 這件事 首先我覺得 是 挺好的 因為很多人忙碌了大半輩 其實放下了很多東西 有機會能夠 退休 你可以回味一下 究竟你曾經有什麼想試 沒試過 趁現在還有能力的時候 不妨去試一下 當然 剛才說的蜜月期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正所謂自由自在 喜歡 日日回深圳玩也可以 喜歡 到處走走也可以 喜歡 做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自己開心 沒什麼壓力就可以了 還有 你可以在這個 退休清醒期之後 可能會出現一些 哎 糟了 每天都是這樣 好像不可以 所以 剛才說 你在退休前 如果有一個計劃 我這兩個星期 找朋友出來吃飯 之類 然後 你可能想著 下星期去 去環遊世界 坐遊輪 或者去哪裏 去冬天 沒見過雪景去看 去看 計劃一些行程 給自己 甚至乎 不是啊 有些是想學 可能現在 世代更新了那麼多 究竟我想怎樣去接觸現今的東西 找些興趣去學 自己有什麼興趣 喜歡插花就插花 喜歡寫大字就寫大字 甚至乎喜歡唱歌跳舞也可以 我沒所謂 最重要 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不是 另外 本身你的人生 大部分時間 在你自己打拼 在職場上打拼 另一件事 你本身有很多目標給自己 到你退休了 其實某程度上 這些目標已經不再適用了 你把你退休 這個新的任務 重新定位 究竟你接下來還有什麼想做呢 你朝著這些方向 你的人 就不會感覺上很百無了賴 有些也是的 你時間多 不知道怎麼用 做運動 我想減肥 也可以 例如我想接下來 明年 試一下跑10公里 舉例 那麼 開始著手 找人 你可能找到興趣班 找到一群跑友 然後 人生會改變了很多 那麼這件事 其實是對自己有用的 你不要說 約了一些鹽巴菇姐 打麻將 吹爛水喝茶 可以這些都行 但是其實某程度上 還有很多 其實你慢慢逐漸掌握到這個 退休的生活之後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人生 原來還有很精彩的一頁 我也可以看到這位婆婆 她說她自己一停下來 就不自在 只不過 她可能叫做 牢碌了那麼久 她既成於投射了很多 她覺得如果一圓 就代表自己都圓 其實也不一定 是的 我也相信 有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希望剛才那種幾種方法可以幫到大家 也都很感激這位婆婆 看到她無愛的精神在這裏 非常之偉大 那麼今集時間說到這裏 下一節再說 拜拜